欢迎收听大案即时 我是吕鹏 今天我们来讲讲胡天一的故事 胡天一第一天入警的时候 他爸就开着雷克萨斯送他 被批评了一顿之后 他就天天骑着他那五千块钱的自行车来上班 很难想象 这样一个人居然会是人民警察 但是也许遗传了伤人的基因 无论小孩还是大爷大妈的情况 他都能妥善处理 遇到事情绝对没掉过链子 他应该算是和作者计票人 共同语言最多的人了 见多识广用在他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一天 整赶上太阳正落山 接到案发通知的时候 胡天一那天可悠闲了 觉得日子过得真安详 正琢磨着早点下班 结果就被老陈叫着要出警 可把胡天一气死了 但毕竟是警察嘛 这是工作本分呢 原来警情是一个大妈 一天都没联系上他儿子和儿媳妇 于是从老家赶来找他们 但是不管怎么敲门都没人开 胡天一当时心想 看来这回啊 是一个笨蛋儿子 把老妈关在门外了 他们很快驱车 赶往案发地点 案发地是一座老式的九层公寓 到地方的时候 大妈正在楼梯口 焦急的等待着警察 胡天一就安慰大妈 告诉他 指不定儿子呀 昨天喝醉了 今天睡了一天 或者是小梁口吵架出去散心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种事啊 我们遇到的多 他儿子家的所在楼层是七楼 胡天一他们一眼就看见 房道门完好如初的样子 就更加坚定了之前的看法 大妈似乎也冷静了下来 配合着进行了身份确认 在经历了五分钟 疯狂敲门无果之后 还是请专业的开索人员来吧 在等待的时候 胡天一还不遗余力的安慰大妈呢 大妈呢也在那担心 哎呦 会不会是煤气中毒什么的呀 确实当妈的都这样 见不着人呢 就容易瞎想 这门马上打开的时候 胡天一在心里还默默想好了 批评这个笨蛋儿子的话呢 可当时门一开就觉得不对 突然一股湿闷又腥臭的气息扑面而来 当时民警们就愣在原地了 因为那是人血的气味 胡天一啊 当时就警觉了 小心翼翼的往里走 整个房间都是灰白色的 所以一眼就看到在一堆方形的家具中间 有一个毛茸茸的圆球 那是一个人头 胡天一当时本能的大喊 谁 警察 听到这一声大喊 屋外的大妈和老陈都着急了 当时屋子里的光线很暗 赶来的老陈呢 直接就打开了灯 那的确是一个人头 更准确的说 是一个人背对着警察 就坐在沙发上露出了头 那是个很诡异的姿势 因为这个低着头的人脖子非常的长 胡天一开始慢慢靠近 这才注意到 踏入的这个房间满地都是血水 胡天一当时大脑啊 真的是一片空白 心想这个人是死了吗 凶手还在这儿吗 会不会突然冲出来呀 大妈当时也喊着那是我儿子冲了进来 但很快被老陈拦住了 大妈很激动 非要进屋 老陈呢 就让胡天一盯进现场 这个人看着非常奇怪 因为远远就能看到他脖子上 围着一双大白腿 那是一双女人的腿 越往前走 血水就越浓 已经到了粘角的程度 这个女人哪 真的很美 她白色的连衣裙末端都沾满了鲜血 可能因为一直有水浸过 所以裙子上的血色还没变黑 保持着一种鬼魅的暗红色 但这个女死者的身子并没有染上血污 就显得她更加洁白无瑕 两个尸体的姿势 就是女方依偎在男方的怀中 而男方看着好像在低头望着怀中的女人 这男人的发型很整齐 穿着不太合身的西装 西装里面白色的衬衫 已经被血染红了 她端坐在沙发上 看着特别像一个等待拍照的人 这个女人手腕的切口上 绑着一根细细的水管 树根形状的血水 分布在女死者的手臂上 男死者脖子上 绑着一层又一层的胶带 胶带之间凹进去了一部分 这一块没有肉 这足以证明 她的头应该是被砍掉的 胡天一打开手机的手电筒 对准胶带处 明显观察到光线渗透进去 当时就证实了她的想法 没错 胶带的作用就是用于固定头颅的 在观察的过程中 女死者的脸吸引了胡天一 不只是因为她那美丽的面容 而是胡天一发现 她脸上有明显的泪痕 可能平时电影看多了 这才注意到她们的表情 竟然没有丝毫的痛苦 她们甚至还化了妆 死者双方都化了淡妆 男死者的妆容 明显是头颅被装回去之后化的 因为有不少粉末 粘在了胶带上 在他们看似安详的表情下 隐约能看到突起的脸部肌肉 呈现出一副诡异的微笑 当然有可能 那个微笑的表情是人为的 那时候胡天一猜想 女死者如果是用割腕自杀 这种会忍受巨大痛苦 而且漫长的自杀方式 不可能一副安静的 仿佛睡着的表情 看着他俩 胡天一竟然产生错觉了 觉得死亡也可以是美丽的事 死者双方的姿势 就跟中世纪的欧洲名画一样 也太优美了 接下来 老陈就跟胡天一说 他已经上报了情况 一会刑警大队的人就会过来 他嘱咐胡天一 去确认一下其他房间的情况 那时候大妈早就晕倒了 老陈让开锁的人 把他送去医院了 胡天一接着去侦查其他的房间 两名死者的位置是在客厅 从男死者头被砍掉的情况来看 那里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 现场并没有大量的鲜血建设的痕迹 胡天一顺着女死者手上的小水管 来到了厨房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小水管 而是一根医疗输液管 吊袋连着另一根普通水管 这个水管连着水龙头 水龙头是温水的方向 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伤口血液凝固 从而能自杀成功 胡天一关掉了水龙头 又随着地上的拖痕来到了卧室 门上贴着喜字 以及卧室里被鲜血染红的结婚照 都证明两名死者是夫妻关系 卧室里粉白的床铺已经全被鲜血染红了 但并没有明显打斗过的痕迹 床铺中间的刀痕 以及散落在周边的血肉 证明这里就是分尸现场 紧接着在厕所洗漱台上发现了一把斩骨刀 水槽中的血肉以及残余的洗发水 证明杀人者把头颅放在这里清洗过 旁边的角落堆积着满是血迹的男性和女性的衣物 在淋浴喷头的地板上有干涸的血痕 胡天一当时估计 女死者应该在这里清洗过身体上的血迹 那个时候胡天一满脑子都是疑问 真的是女方杀死男方在自杀吗 为什么没有打斗的痕迹 男方心甘情愿的被杀吗 为什么要把头砍掉再放回去 为什么还要清洗呢 这一切的疑问 胡天一看到案发现场之后 满脑子都是疑问 真的是女方杀死男方在自杀吗 为什么没有打斗的痕迹 男方就这么心甘情愿的被杀吗 为什么得把头砍掉了再放回去 为什么还要清洗 当时胡天一他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尽可能的保护现场 接下来就等着专业的刑警队和法医过来 很快跟围观群众周旋了一根烟的功夫 刑警队就带着一大拨人赶到了现场 开始了相关的调查工作 胡天一他们则被叫回去做笔录 第二天 胡天一提早就去了局里 直接就奔刑侦科 虽然法医验尸工作还在进行之中 但是已经确认是女方杀了男方 然后自杀 现场除了胡天一和办案人员 没找到任何其余人的可疑痕迹 同时基本信息已经整理的差不多了 男性死者叫蓝静天F市人 27岁2009年毕业于某农业大学 2011年就职于A市某国旗 2012年与女死者姚曼叶登记结婚 2013年与同公司的杨某发生恶性斗殴事件 被公司辞退 2014年回到F市从事销售工作 女性死者姚曼叶 F市人26岁 2010年毕业于某农业大学 2012年与男性死者蓝静天登记结婚 2013年进入男性死者所在的公司 2013年末主动辞退工作 2014年回到F市 之后胡天一被幸运的分配到 关于这个案子的走访工作组 了解这个不可思议的案件背后的故事 他们呢 先是走访了蓝静天的父亲 在走访过程之中了解到 蓝静天的父亲坚定的觉得 是姚曼叶杀害了他的儿子 认为姚曼叶一家都是罪犯 他觉得当初他儿子就是被姚曼叶鬼迷心窍了 娶了他就是一个祸害 他说了 本来他们家的家庭环境就不是太好 蓝静天好不容易在大城市找了个工作 就因为姚曼叶好工作丢掉了 天天只信姚曼叶的鬼话 他们的话是一点也听不进去 回来以后天天没日没夜的工作 而姚曼叶就天天待在家里吃白饭 他们老两口让他不要那么辛苦 他不听还说男人就该这样 后来压力大 精神都出了点问题 他们上门去劝 还被轰了出来 在这段走访记录里 胡天一他们得到了有用的信息 蓝静天精神出了问题 姚曼叶回到F市之后 没有继续找工作 接下来就走访了姚曼叶的母亲 走访他母亲 跟从蓝静天父亲那儿得到的信息 完全相反 姚曼叶的母亲觉得蓝静天一家都是骗子 认为是蓝静天把他闺女骗得团团转 当时姚曼叶死心塌地的要嫁给蓝静天 姚曼叶的母亲认为自己也是被骗了 但是看着蓝静天很努力又有上进心 亲家还时不时的献殷勤 他也就逐渐认可了 可后来蓝静天因为打架丢掉了工作 回来之后还天天对着他闺女发疯 甚至经常打姚曼叶 所以他认为姚曼叶可能会迫于威胁 还不敢跟他们说 他们劝姚曼叶离婚也一直拖 因此他认为到了当时这种不可挽回的局面 都是蓝静天逼的 闺女一定是忍无可忍 才做出这种铤而走险的行为 让胡天一他们当警察的 一定要还他闺女一个清白 把这群骗子抓起来 胡天一呢就接着问 他家暴的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说他也不知道 就是有一次啊去看他闺女 就发现家里很多瓶瓶罐罐都被摔碎了 从这段走访之中 胡天一他们得知蓝静天可能有暴力倾向 走访工作有所进展的同时 法医那边也传来消息了 死者蓝静天是死于心脏冠状动脉被捅破 休克而死但是全身只有心脏部位这一处刀伤 头部也的确是死后被那把斩骨刀砍掉的 当时这个信息就让案件更加扑朔迷离了 因为如果是泄愤杀人 死者身上应该有多处刀伤 可现场并没有打斗的痕迹 加上离奇的死亡方式 让人感觉这一切是双方约定好的行为 而死者姚曼叶是死于胳脉失血过多 但是体内检测到大量的阵痛麻醉药物 比如分比德和布洛芬缓食片 这些常规药房能买到的药 甚至还有美沙童 案情有了结果 可这一切太不符合常理了 无论是警方还是死者双方家属都难以接受 所以走访依然在继续 下一个走访对象是死者的邻居 邻居说呀 死者们两年前刚搬来的时候 看起来和和睦睦的还特别有礼貌 这邻居和邻居家老头子 哪都特别的喜欢他们 姚曼叶还经常跑他们这边来学习做饭 蓝景天倒是早出晚归 话也不多 邻居就觉得男人挣钱 女人持家是很幸福的一对 他们还一起吃过几顿饭 在他们的印象之中 蓝景天这个人有点木讷 每次都是姚曼叶给他夹菜 虽然他觉得蓝景天有点配不上姚曼叶 但至少感觉他们两个在一起很幸福 也就是在案发的近半年 蓝景天家呢 经常传来摔东西的声音 倒是没有争吵声 他们却问过 姚曼叶呀 就会笑着说 蓝景天最近压力大 发泄一下 不久之后买了沙包 就不会影响邻居了 当时这邻居还和老伴说呢 哎 蓝景天找这么个贤惠的媳妇 真是撞了大运了 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就是夫妻俩死的前天 姚曼叶说要给他老公炖大骨汤 借了他们家的斩骨刀 从这段走访之中 警方得知并没有发生 姚曼叶母亲所说的家暴情况 接下来走访了蓝景天 所在公司的负责人 负责人对蓝景天的评价很高 他表示蓝景天是公司的骨干 自从蓝景天来了之后 他们公司的销售额是飞速上涨 业绩直接翻了一番 但是蓝景天呢 平时很少说话 任何事都井井有条的进行 全公司都很依赖他 他说自己啊 很喜欢这种埋头干事的人 蓝景天这一走 他们公司接连亏损 而对于姚曼叶 他们公司人都没见过 蓝景天也很少提他家庭的事 如果要说有什么异常的话 应该是距离案发一年之前 蓝景天持续几天加班 有几次一到晚上 蓝景天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傻笑 把公司同事啊都吓着了 他们都觉得蓝景天一定是太累了 之后呢就刻意减轻了他的工作量 后来这种情况就很少发生了 通过对蓝景天所在公司负责人的走访 警方当时就推断 死者蓝景天又患有精神疾病的嫌疑 在确认死者蓝景天 有很大嫌疑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之下 再加上姚曼叶自杀用的那根输液管是属于当地人民医院 所以警方通过对医院医生进行详细走访 得知输液管以及药物是牙科医生一个月以前开的消炎处方患者是姚曼叶 从这些信息里面警方又能分析出什么 案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胡天一他们呢 又走访了市人民医院精神心理科的白医生 白医生在查询记录之后 确定有蓝景天这个病人 蓝景天当时患有焦虑症和轻微的精神分裂 但当时呢只是轻度 所以他就没那么在意 叫陪同蓝景天的妻子啊 多关心一下他 有空呢去看看心理医生 通过这个走访 警方就确定了蓝景天的确患有精神疾病 为了证实这条线索 警方呢接着走访了A市原来开除蓝景天的国企公司的负责人 负责人说呀 蓝景天的精神有点问题 曾经因为他的老婆和别人说几句话 就和别人大大出手 平时呢疑神疑鬼的 上班上的好好的 突然就跑去找他老婆 任何人都拦不住 蓝景天认为所有人都对他老婆图谋不轨 甚至还恐吓客户 害得当时的经理差点都丢了饭碗 后来呢还是公司出钱让他去看医生的 在确认蓝景天有精神病之后 公司给了一笔钱就让他走人了 在这次走访之后 警方确认蓝景天生前疑似患有妄想症 主要是怀疑其他人对妻子姚曼叶图谋不轨 接着呀 警方又找到了A氏退休的精神心理科医生 医生说蓝景天这个病人还蛮特殊的 焦虑症被迫害妄想症精神分裂症 这一切的缘由都是因为蓝景天自己的不自信 他内心深处认为自己配不上他老婆 别人说什么都不听 只听他老婆的 也因为蓝景天还听他老婆的 最起码他还接受治疗 没过多久 精神状态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虽然啊 留下了一些后遗症 蓝景天说他要换个环境 重新开始 医生还叮嘱他 换环境之后 要继续找医生治疗 观察情况 这次走访之后 证据确凿 这蓝景天之前就有过精神病史 主要缘由来自家庭 为了更深入的了解死者双方的情况 警方还走访了姚曼叶关系最好的朋友 他告诉民警说呀 他跟姚曼叶是大学室友 当初姚曼叶答应蓝景天的时候 真的让所有人意想不到 因为他觉得姚曼叶这么漂亮的女孩 就算是嫁入豪门成为明星都是没问题的 蓝景天当时对姚曼叶的好 确实是没得说 但是觉得蓝景天很可怜 因为当有姚曼叶的追求者 对他死缠烂打的时候 蓝景天都不敢正面站出来 就一直默默的对姚曼叶好 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也是藏着掖着 他一直都搞不懂 姚曼叶喜欢蓝景天哪一点 毕业之后 他跟姚曼叶呢 一直都有电话联系 姚曼叶经常跟他讲蓝景天 对自己多好多好 不过呀 也因为工作的原因 朋友呢 也很少和姚曼叶见面 作为朋友 他一直认为姚曼叶 虽然过得苦了点 但是很幸福 直到案发半年之前 姚曼叶突然对他说 自己想自杀 他花了好大劲 才劝姚曼叶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比如跟姚曼叶说 哥玩会很痛苦 五六个小时死不了 吊死的话 舌头会吐出来 他问姚曼叶 为什么要自杀呀 姚曼叶只是说 他厌倦了这个世界 等有空了 他想和蓝景天去南极旅游 后来几次电话 他明显感觉到姚曼叶说话 有种装作很好的感觉 当时就怀疑姚曼叶得了抑郁症 他们最近一次聊天 就是案发前一晚 姚曼叶说 他要带着蓝景天去南极旅游了 通过这个走访对象 警方也得到了巨大的信息量 姚曼叶疑患有抑郁症 半年前有自杀念头 并且计划带蓝景天去南极旅游 警方最后一个走访对象 是蓝景天的大学室友 这个同学说呀 当时姚曼叶在他们戏 算得上是戏花水平 他跟蓝景天呢 是老乡 看蓝景天和姚曼叶 俩人走那么近 一开始还真有点嫉妒 所以呢 也一直都在劝蓝景天放弃 蓝景天本来就是一个自卑的人 平时话也少 跟他们这些室友一天交流 也不超过十句话 但是面对这事 蓝景天好像铁了心了 他对姚曼叶也是真的好 天天送早饭 随叫随到 还专门准备了小本子 记录他们的生活 他总是说呀 他会让姚曼叶过上想要的生活 蓝景天家庭条件 本来就不是特别好 很多时候还得出去兼职 蓝景天那时候呢 总是又高兴又焦虑 而他们觉得蓝景天辛苦点 也是应该的 毕竟有这么漂亮的一个女朋友 毕业之后 他们联系的很少了 最近一次 就是蓝景天打电话 向他借钱 说要去旅行 因为觉得蓝景天的为人 肯定没问题 所以很快就借给他了 过了没一个星期吧 蓝景天也就全都还给他了 在走访蓝景天大学室友之后 民警也得到了关键信息 蓝景天患病的大概起因 案发前计划去旅游 以及最重要的蓝景天的小本子 后来经过对死者遗误进行排查 也找到了这个本子 这个本子前边的大半部分 都是蓝景天记录的生活 平均三天一篇 记录着他和姚曼叶认识以来的点点滴滴 本子里有蓝景天的笔记 里边写着 我父母一直告诉我 男人要比女人强 不能让女人受苦 小叶听了之后十分不高兴 夫妻就是要同甘共苦 在蓝景天的前半段记录里 一直充满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规划 以及自己想要实现的各种理想 这些理想无一例外 都和姚曼叶有关 在蓝景天工作之后 记录的频率有所下降 基本维持在一周一次 本子中的记录 也从爱情变成了生活的柴米油盐 但是大城市的生活压力 让蓝景天不止一次的透露出对于未来的悲观 但蓝景天不停的鼓励着自己要为了姚曼叶坚持下去 蓝景天的记录到2013年7月份就终止了 这个时间大概就是蓝景天打架的时间 接下来就全是姚曼叶的记录 与其说是记录 不如说全是关于蓝景天的内容 通过姚曼叶的记录 大家才发现 姚曼叶对于蓝景天的依赖 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每天固定蓝景天做早饭和晚饭 姚曼叶呢 做中午饭 平均两个小时 双方就会通一次电话 吃穿住行 一切几乎都由蓝景天规划 根据记录 姚曼叶非常享受这种安心的 有人能依赖的感觉 后来确定蓝景天有精神疾病的时候 姚曼叶总是想着靠自己的关怀 能治疗好蓝景天 后来随着病情并没有好转 姚曼叶计划和蓝景天去旅游一次 蓝景天表示 想去个没人的地方 地点 他们就定在南极 蓝景天开始更加努力赚钱 而姚曼叶也开始省吃俭用 可是由于经济的原因 旅游计划一直被推后 家里催着要孩子 女方父母的阴阳怪气 让蓝景天病情逐渐加重 与此同时 姚曼叶的情绪也出现了问题 她开始质疑自己的生活方式 认为也许并不是自己开心了 蓝景天就会开心 姚曼叶的母亲突然拜访 看着女儿省吃俭用 觉得蓝景天亏待了自己的女儿 对着蓝景天就是一顿臭骂 最终被姚曼叶赶了出去 但是母亲似乎不肯罢休 甚至逼着女儿离婚 通过小本子 警方了解到双方的压力越来越大 两个人都在忍受着 姚曼叶还在小本上详细写下了两人争执的过程 蓝景天向姚曼叶提出放弃去南极 但姚曼叶认为如果放弃了蓝景天的病 可能没法治愈 但蓝景天坚持取消这次旅游 最后警方终于对这个案件得出结论 得不到祝福的爱情 自卑以及压力压垮了蓝景天 而姚曼叶也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抑郁症的痛苦 让姚曼叶决定杀死也一直处在痛苦中的蓝景天 然后把他的头颅带去他们一直想去的地方南极 姚曼叶没想到蓝景天居然会如此坦然的接受死亡 杀死爱的人之后 他打算按照计划砍下头颅带去南极了结一生 可是亲手杀死挚爱之人之后的那种空虚痛苦 让姚曼叶实在是坚持不下去 所以他喜去血字 把蓝景天的头安放了回去 好好地将两个人打扮了一番 选择躺在最爱的人怀中死去 这就是整个案件 最让大家感到唏嘘的地方 比起放弃对方和爱情 他们选择了放弃生命 感谢观看